看到一个朋友在推上转来的几张照片 应该来说是很有感触 这几张照片基本上都是反映了学生宿舍的 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中学生 高中生高考就是住校嘛 那么也有可能是大学 这个很难说 因为小男孩的年龄 体格各方面看起来也就十来岁 但是住校的话 宿舍里挂着毛泽东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这个斯大林像马恩列斯毛的这个主像是吧 还有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 就这一类的东西其实文革期间非常多 今天重新看到 非常罕见 在学生宿舍看到非常罕见 但不能因为这样 就说这个国家没有救了 这个民族没有救了 这个学生 这个这个 没有未来 或者说 如何去解救这些孩子 实际上你救不了 你不是校长 你也不敢在中国开一个学校 然后把这些标语画像撕下来 你可以不贴 但是未来可能 每一个校园都会贴 甚至不再贴这个马恩列斯毛的了 可能只贴习近平一个人 其他红彤彤的一尊神是吧 贴他就可以辟邪了 那么 你如果说 仅仅认为在学生宿舍有这么一个东西 无论他是中学还是大学 你就认为中国的孩子没有救了 或者这个民族没有救了 我觉得 这话讲的有点过 你认为是他自愿的吗 包括他参加军训 大家应该知道 无论是中学还是这个大学 参加军训是正常的 是吧 中考以后到了高中 军训 到了大学大一就开始军训 很正常吧 在中国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 到了其他国家 你如果在海关人家问起来 或者说翻到了你参加军训的照片 有可能他就认为你 接受过军事训练 他可以拒绝你入境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 是因为在中国大家都这样 大家已经习惯了 你不认为这不正常 或者说你认为他不正常 但是你改变不了 怎么样救救这些孩子 怎么能真正的挽救他 简单 让这个异党独大的政权消失就可以了 这需要每一个人 大家的努力 不是说你今天一排脑袋 明天我把习放干掉了 换个汪洋中国就得救了 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看到了一个最新的提法 美国共和党的议员提出了一个 PRC法案 准备把以前准备用于阿富汗的资金 用来对抗中国 这只是一个提法 这是卢比奥在 这个 卢比奥和其他议员 共同提出的 叫重视准备与竞争能力法案 把原来准备用于维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 以及支持阿富汗政府的拨款 转移到与中国展开的竞争上 现在好了 我们看到了 国际社会有这些声音 在美国这一类的声音 越来越强了 你说拜登跟西方勾兑 拜登 昨天好像有个新闻是 说他在跟那个 英国首相会晤的过程中 拉了一扣子 当然这是一个小告消息 咱不能确认是真的 那么 他拿什么勾兑呢 美国是总统独大 或者说他跟习胖一样有权威吗 咱看看上一个总统 川普在推特上自己发 是吧 他学习胖永久连任 他的好朋友是习黄利 然后他在任期的末尾 他在推特上被禁言了 然后今天刚刚出版的这个书 就是米利的这个 这个这个 揭示米利 跟中国通话的 这些书 说了什么 说他遭遇到了事实上的一个 类似于小型政变 美国的三军联系会主席 这个竟然能打电话给中国的 同行 是吧 因为我不能确定这个李作成的职务 那么 你要知道一点 这种事 是不是被离了 当时的美国总统 他打这个电话 可能既没有跟这个国防部长说 也没有跟川普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所以没有绝对的事情 总统不是独大的 事实摆在你面前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事实上就怎么回事啊 你要老实说 有很多东西 这个你认为理解不了 那就不理解呗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要强求自己去理解 超过自己理解能力的东西呢 其实没有必要 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 改变中国的现状 归根到底就是 让这个党失去独裁的能力 当他没有足够的威权 他说话不管事了 这个时候你才能真的 挽救自己的孩子 包括别人的孩子 不再受到这种教育 因为这个教育他非常恐怖 他从幼儿园开始 然后这个小学中学 一直到大学 他接受的都是这种 灌输给他的观念 然后你说就算他 出来读了大学 他就能转变吗 我们经常说 这个这个 杨城湖的大杂蟹 大多数情况下 你知道的都不是杨城湖的 都是在其他地方 养大了以后 到杨城湖待一个月 甚至更短 用杨城湖的水涮一涮 然后给他贴上一个激光防卫标记 他就当成这个杨城湖的大杂蟹去卖了 山寨不仅仅是山寨国外的 自己的他也山寨 那我是兰京人 我经常开车去这个 虚鱼吃这个龙虾 虚鱼有那么多龙虾吗 大家都知道不可能 因为虚鱼每天都在用卡车从外地 送龙虾过来 但这并不妨碍人们 专程开车去虚鱼吃龙虾 我们从南京走 从二桥走要交 三个收费站 回来好像还要交三个 就是为了到产地 原产地 最出名的地方去吃 最正宗的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吃到的都不可能是当地 那么 你不知道什么是 真实的中国呢 中国的校园里面 即便是学生宿舍里面挂这些东西 你不知道它的原因在哪呢 紧紧骂孩子 很浅薄 如果说你要想救孩子 其实很简单 推翻这个极权 让大家回到一个现代国家 跟其他国家差不多 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最起码不再有威权 大家都可以平等自由的活着 教育 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让你知道 过去的历史中发生了什么 然后老师会告诉你 已经发生了什么 然后你能 学会的方法 就是站在前人 已经获得的成就上 或者叫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去探索未来 你的世界观 是独立形成的 不是别人灌输给你的 强加给你的 现在我看到 学生宿舍墙上挂着的毛泽东像 斯大林头像 包括一些标语 很刺眼 今后呢 如果你生活在一个 相对比较自由的国家 可能你在常常挂什么都可以 你也有什么都不挂的权利 现在的孩子们不一定有这个权利 所以想救他们 就得改变中国的现状 其他话都是亚谈话 一点作用不齐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